中国有很多博物馆,其中大部分都是国家的,只有小部分是私人博物馆,中国第一家私人博物馆是官府博物馆,它的创始人马卫都先生是中国收藏界和和有名的人物,马卫都先生年轻的时候是普通的机床工人,他特别喜欢文学,经常在闲暇时进行文学创作。 1981年的时候,马卫都先生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小说,还当了报社编辑,后来他喜欢上了文物收藏,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,他的收藏品已经达到了上千件,有陶瓷,有玉器,也有文丸,文丸收藏品的价值普遍比较高,而且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升值,马卫都先生没有把这些文物放在家里独自欣赏,而是找了几个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创办了官府博物馆, 让更多的人前来观赏这些文物收藏,官府博物馆刚创立的时候,规模并不是很大,他为了提高博物馆的名气,陆续参加了一些大型的展览活动,让官府博物馆为国人所熟知。 在官府博物馆盈利后,马卫都先生又添置了很多文物,并且开办了一些分馆,他的收藏品越来越多,可奇怪的是,他在公众面前从来没有佩戴过任何收藏品,按道理来说,这里有许多价值商业的收藏品,随便拿出一件都能卖出高价。 佩戴文物收藏完全符合他的身价,基本不会给他造成经济负担,在一次录制节目的时候,主持人也问他,您的珠宝玉器那么多,为什么一件也不佩戴? 马卫都回答了两个字,干净,这个理由很简单,但让主持人有些疑惑。 马卫都先生随后解释说,他年轻的时候也和大多数人一样,觉得在身上佩戴贵重物品是一件非常有面子的事情,后来马卫都手里的收藏多了,心境也发生了改变,他觉得一个人身上越干净越好,所以他不仅不再佩戴文物,连手表也不愿意佩戴了,这是一种登峰造极的境界,只有少数人才可能看破名誉的诱惑,不被世俗的眼光所拖累。